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学习机球们大家好 今天要教大家的东西是如何去控制我们的干面 那这个关于到在上干时就可以检查到你自己上干时控制干面的一个方法 我们先以初学者大部分会想的一个逻辑 都会想说要去刻意的去固定好我们的干面去做急球 那就会导致在上干时手腕的驱腕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先从侧面这个角度来解释好了 当我设定弄作站好要打球时 我的干面OK当然是要去对准我们的目标 好那先排除掉不管你是握强势或弱势 我们就以中间的方式为主 那主要先专注在干面 好干面我现在是正对的目标 那第一个部分当我们在上半身转动时 这时候当然干面可能都还没有任何的变化 关键于就是在于驱腕这个动作 所以初学者大部分一开始学习的想法都会想说 我要去刻意的维持住干面 所以在这个位置在继续驱腕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的手的动作 我刻意要维持去做干面的控制 我在上干时我的两只手腕的动作会是比较偏向于 可以看到好像以夸张来讲 我会去让我的左手臂去对着镜头 然后这样子一直去上去 那到了顶点呢 你的这个左手腕就会比较偏向于是往这个方向 那认为这个是干面叫做是方正的 但通常我们以基础来讲 我们会说这个干面叫做盖 那我现在拿另外一个东西可以让各位看得更明显 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这样子是错的 OK 现在这有两个拍子 颜色不一样 所以呢 我现在这样做 从这个镜头可以看到的是 蓝色的拍子 对不对 我这样子转过来 现在还是正常 而在驱腕的方式在上来这一段时候关键 可以看到红色的拍子已经遮住蓝色的拍子 而我这样子继续上去 有没有看到 你们都可以看到 比较多的是红色拍子的部分 OK 那现在我讲另外一种以基础自然的一个情况 基础自然的情况会是 转动过来 驱腕的方式会是比较偏向于这样子 所以可以看到从这个镜头是可以看到 两个颜色的拍子 而从这个角度继续上去 跟只看到红色的拍子继续上去 会是不同的 这就是在手腕控制的一个方向 那现在我拿另外一个 筒子也是一样去 告诉各位一个逻辑跟观念 去想像你是怎么去控制干面的上杆 OK 我先做正面 这样子我们现在是很方正 非常的方正 我们当然希望打到球是这样 对不对 很方正很方正 很方正的过去 然后以侧面来讲也是一样 希望很方正的 下来是很方正 很方正是这样子的动作去打到球 对吧 那我现在在做第一种 大部分想说控制干面的方式都会是像是 这样子转过来 然后为了要刻意去hold住这个 筒子的这个方向 干面的方向 上去的方式就会比较偏向于这样子 OK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动作就是我刚刚讲的看到左手臂 类似这样子的这个面 然后从这个位置去做下竿 你看下半身带动 咻 看起来好像是怎么样 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对啊 实际情况来讲 这是一个方式 但是以刚刚我们讲的基础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从这个位置回到基础 会是这个动作 我现在再重新上一次哦 所以我设定好 转动过来 转动过来 是不是这样 然后上竿取完的方式 会是这样子 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好像会有点点 转动 OK我再做一遍 一 二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上去 那如果这样上来的时候 关键就在于 为什么很多人会slice 都会认为自己手没动 你看哦 正常大部分初学者自然情况没去想的话 上来会是这样 通常这样就是控制 那在这样子下来的时候 他们会以为他们手没动 然后下半身一直带动 咻 有没有看到 所以很多人打偏右的原因就是因为少了一个回正的动作 这样能够理解吗 所以就会出现两种状况的学生在去做击球 并没有哪一个是对 哪一个是错 如果说今天 你是很自然不自觉的上竿的方式 转动过来是属于偏向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是自然 我解释这叫做自然 因为一个正常情况 手一定会出现那样子的手势 OK 那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在下来时 你看我下半身慢慢的带动 咻 我当然必须一定会有一个手 要去做回正的一个动作 OK 如果你一直这样咻 当然就偏右了 对不对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 你一开始就刻意固定好 上来 就是比较偏向于这样子的 OK 你可能就想说就直接下来 这样看起来有些人会觉得 好像这样子教练 就比较简单 手不用刻意的去翻转 但是也未必 因为在一个正常逻辑上去 你只是叫做先翻 OK 那后面那个自然情况下来叫做后翻 你要去把它讲成是翻手也可以 你要去讲 我们会去在高尔夫去讲这叫做回正 所以我现在以一个拍子一个自然正常情况 我们在发力的情况 现在可以看到这拍子是正的 我在一个顺势要上来的时候 我的手肯定自然会是这样子起来 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起来 我的干面是不是斜斜的 所以当然我在下来的时候我一定会有一个 回的动作去打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 你在上去的时候你就想着一直控制这个面 有没有看到这干面这样子 跟这样子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有些人会去想的是 认为这样子都是一只让干面正 是正 但是在基础高尔夫来讲这叫盖 那有那这样子的打法 当然在下干可不可以打 可以啊 只是这样子打法的下干 OK 这样子上干下干的打法跟 这样子上干下干的打法 会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从正面来看哦 自然 上来 是这样 斜斜的 斜斜的 然后 下来 就会有一个 回 回 回正的一个手势 那 第二种是 你上去 就把它给固定 固定干面 OK 你固定干面的方式 下来 它的释放回正就会变得没有那么的明显 反而是需要比较靠多 身体的一个带动去做灰干 但是并不代表上一个自然没有身体带动 只是说手势不同 也会去影响你下干的方式不同 来打出不同的球路 所以简单来说你可以去从自我检视的方式 自己去看你是属于哪一种的 我现在再做一次哦 有没有看到这现在这个木棒有两个颜色 白 跟黑 那白是对的目标 我从这个镜头做 现在白是对的目标 镜头可以看到是只有黑色 所以一种是控制干面 来咯 上来 控制干面的人 你可以从这位置看到全部都是只有白色 对吧 那另外一种是自然上来 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 这个白色跟黑色 然后下去的时候当然就必须要怎么样 回正 回正 如果不回 下去 这样子肯定是偏右的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什么年 对吧 没错就是虎年 所以LMS推出最新的666师虎系列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穿起来在过年的时候 都能够顺顺暖暖过好年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分享的教学影片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下订阅按赞加分享 支持我们的粉丝 团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happens 我们下次见